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711集 叶凡的金色拳头突破虚空 重重的打在阴阳剑上 震得阴阳圣子手臂发麻 快速的烙印尽虚无种 他可不敢与圣体肉身阴风 当时年轻一代没有一个人敢冒险 世人皆知只能以滔天法力压制叶凡 唰的一声 阴阳圣子的速度极快 他画成了阴阳图 在虚无中飞行 如一抹流光一样 他不是不想逃离 远避老疯子 可是叶凡却锁定了他 根本无法摆脱 只能被动大战 你若是将阴阳镜带来 我则没有一点希望 可惜你只带来了阴阳剑 不可能将我镇压 阴阳镜为古之圣人 祭练出的神物 为无上秘宝 击到圣兵不出不可力压 持有它足以横扫天下 不过是半废的圣体而已 今日我必斩你 阴阳圣子静下心来 不再去考虑老疯子 而今不杀叶凡 他绝对无法走脱 呛的一声 阴阳剑光华一闪 冲天而起 悬在了阴阳圣子的头顶上方 垂落下阴阳二气 将它环绕 黑色与白色的原始缘起 演化成阴阳图 如一灭神轮一样定在虚空中 而阴阳剑则成为了阴阳分割险 神秘而恐怖的气息弥满 阴阳圣子不然万法 叶凡的金色拳头砸来时 头上的阴阳图洒落神光 每次都会刷开 这是阴阳教历代传承下来的秘宝 玄秘莫测 里面刻印下了大道的法则 此时如神王之轮可定住一切 我诸法不侵道力难伤 我看你如何与我对决 阴阳圣子喝道 为自己树立强大信念 动摇敌手心智 叶凡无喜无忧 盯着那幅阴阳图心中一片空灵 他在与自己的太极神徒印证 细心揣摩 他从对方的演化中 获得了很多的起敌与灵感 在这一刹那 心中像是有许多道光闪过 唰的一声 叶凡双手滑动 也演化出了神徒 自身烙印当中显得神秘莫测 与大道一起脉动 哼 阴阳圣子一声冷哼 左手画成阴图 右手画成阳图 打喝了一声 阴阳合一天下无敌 哄的一声 他猛力向前打来 这是阴阳教的京士神术 一旦阴阳合一 可以提升四五倍的战力 党者披靡 昔年阴阳教的一位圣人 以此圣数曾经横扫中周 若非在东荒遇到九密之阶字诀 可以说世间无敌 叶凡毕过 他并不想以阶字诀对敌 而是认真的 以斗战圣法演化太极神徒 左手即阴化成至柔之力 他轻轻滑动 如暴月推球 牵引大道契机 将对方打来的狂霸神力 卸掉了部分 而后他倒飞了出去 叶凡在生死对决中冒险 来参悟自己的道 运转至柔之力 足抗阴阳圣子 虽然杀伤力不是多大 但却绵绵无减 不知死活 阴阳圣子看出他的意图 神色一冷 双手交叉 阴阳合一 神力翻倍的提升 轰的一声 黑色与白色的气芒 无一片星河坠落下来 茫茫一片震耳欲聋 将须天震碎 叶凡变色快速倒退 对方战力足足提升了四五倍 这种攻击力道极度恐怖 他也不敢轻易的正面阴风 他脚踩老疯子的步伐 如一缕青烟一样 一下子消失在虚无间 电车而去 立身在远空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阴阳圣子冷笑 头顶阴阳图自身化成一道光 诸位杀了下来 这是一种绝对的威压 阴阳合一 形成一种恐怖至极的威慑 达到画龙第一变的圣子 提升四五倍战力 这可谓是惊人至极 观战者无不惊艳 阴阳教的无上圣术 夺天地之造化 若是能得到 在同阶强者 极尽无敌 立于不败之地 叶凡冷笑 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眼花太极神徒 自身快速虚大了下去 他化成了一幅道图 人影消失 只有一张图卷横在空中 大道气机弥漫 让所有人都一正 叶凡以神徒迷惑世人 暗自运转 接自绝 上百次后 成功触发 假戒神秘 道图猛力地打了出去 哄的一声 这是一场惊天大对决 皆自密十倍提升战力 碰撞对方的五倍战力 天穷大崩溃 如世界末日来临 什么都见不到了 一切都被打得破碎了 无尽的能量乱流肆虐 让十方都在颤抖 荒原上崩裂出十几里长的大裂缝 阴阳圣子道飞而去 口中狂喷鲜血 阴阳剑化成的神徒也无法护住他 他的身体差点被打烂 你拥有什么圣术 他非常震惊 大声贺问 你很吃惊吗 我连天妖图圣诀都可以破掉 你的阴阳圣术又算得了什么呢 叶凡漫不经心的到来 你 阴阳圣子惊疑不定 一度想到了九秘之皆自诀 因为先被传言那是他们的克星 可是他也知晓天妖图圣诀的恐怖 叶凡曾大破这一天妖圣术 使人皆知 就是以此神徒为神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冷漠的笑意 阴阳圣术不过如此 让你见识我真正的阴阳圣术 阴阳圣子大鹤 他的身体爆发出万丈光芒 而后竟然一分为二 唰的一声 他一下子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白衣圣雪 一个黑衣如墨 化成两尊形体 非常的诡异 远处众人惊呼 他就练成了这种精湿神术 真是演化成了阳子与阴子 这可是真正无敌的阴阳圣术啊 阴子与阳子手联手 如两尊神灵一样 发出恐怖的气息 像是拥有通天彻地之能 叶凡猝眉 阴子与阳子通出事 道力生生不息 像是不可摸灭一样 给人很危险的感觉 果然大战在起 阴子与阳子战力惊人 与阅凡大战了上千回合 竟越战越勇 好 你对阴阳无上奥义的理解 又加深了一步 不错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阴阳大道本就该不断如此演化下去 远空 飞来七八名强者 其中两个老人手拧 胡须不断地点头 对阴阳圣子的表现很满意 阴阳教的大员到了 几位受员将要干涸的太上长老亲至 当中有大能级人物 阴阳圣子一惊 他亲眼目睹了老疯子的可怕 想要提醒 却发现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铺天盖地的威压将他笼罩 叶凡发动了最恐怖的攻势 生死大决战将落下帷幕 他观摩阴阳图良久 两人大战已经1500回合了 他不想耽搁下去 叶凡的身体化成一道龙形曲线 演化大道之痕 如光一样冲了过去 正是破解天妖图圣诀的 京士神术 斗战圣法演化太极神徒 他自身成为那条阴阳曲线 万物皆摧 速度达到极致 这是他目前的最强攻击 轰的一声 阴阳圣子拼命对抗 阳子与阴子连击 手足相通 疯狂将战力提升了数倍 想要化开劫难 噗的一声 叶凡的速度太快了 弯曲的龙形身体 比兵还要坚固 拥有不朽之力 重创阴子 将其一条手臂截断了下来 阴子嗷嗷大叫 小贝 敢耳